星期一节五中五十二点 只要TuneIn九八八 你就可以听到最新的九八八广播剧 九八八制作 《恋爱借件事》 编剧李建平 第十六集 好朋友的告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喂 我今早趕着出门 所以没有打给你 不要紧 对了 你和阿哲 没事吧 没有 没事 阿哲见到我好像 不是那么高兴 他是有点意外 你之前不是说 想看那一部 太爱情片 今天上了画 我们今晚去看 我今晚没有空 那明晚呢 阿哲 有人找我 我自己再打你 那 拜拜 拜拜 阿卡 什么事 你交错稿给老总 这份是上期的 是吗 什么事搞错了 你平时很少这么大意 可能是昨晚 睡得不好了 怪不得你眼袋这么厉害 不耽了你说电话 喂 杰妈 什么事 什么 阿哲撞车进了医院 她妈 阿哲怎么样 她伤势严重啊 醫生說他只是受了輕傷 不過就有輕微腦震盪 所以需要留遠觀察一下 嚇死我了 我多怕他會像媽媽一樣 阿哲沒事 你不用怕 拿著手袋想去哪裡 阿哲的車輛送了進去車廠 我想趁他現在休息的時候 去車廠幫他拿點東西 拿點什麼 他說漏了一些很重要的東西在車 叫我一定要幫他拿回 你給我一個地址 我去拿 就是這個地址 我現在去 你不進去看看阿哲先 你不是說他正在休息嗎 我等一會再來看他 阿哲剛才叫我不要告訴你 他撞車入院 你現在來到又不去病房看他 你們不是吵架是嗎 我們沒有吵架 是我氣了他 阿哲怎麼會生氣你呢 我做在事嘛 不過你放心吧 我們很快就會沒事了 我才不擔心 傻子怎麼會生氣你呢 那我等一會再回來 嗯 我姓曹的 我剛才打過電話過來的 你就是來幫阿張先生 拿回車裡面的東西的人嗎 是啊 嗯 阿倫呢 就是這袋了 裡面有份禮物和一張卡 麻煩你檢查了之後簽收吧 謝謝 不用客氣 張卡是寫我的名字 那份禮物是一支照片送給我 你記不記得我去新加坡的前一天 趕過回來要送一份禮物給你的 而且我選了很久 終於選到這個心形鏡鏈 確實你一定會說我老套 不過不要緊 因為這個心形鏡鏈 是最直接 可以表達我對你心意的禮物 就說 我喜歡你 喜歡了很久很久很久 你可不可以當我女朋友 昨晚阿借知道你來家出走 整個人都慌疑 還四處去找你 他怎麼可能只當你是朋友 你根本就不了解我們之間的關係 不了解那個是你 你根本就不知道阿借在想什麼 他真的跟你只是好朋友這麼簡單 麻煩你冷靜點 你冷靜點 你這麼說自己不喜歡阿草 你和媽媽一起是我永遠都不會放心的人 張榮子 你何時變得這麼不懂哄女生的 我說真的 你以後千萬不要在你女朋友面前這樣說 要不然她一定會生死我 你做我女朋友 那豈不是怕嗎 八年次 當我意識到我喜歡你的時候 你已經和阿凡在一起了 你已經和阿凡在一起了 說來之後我操夠勇氣想跟你表白 你又再一次讓阿凡搶走 我…我真的不知道你喜歡我… 我全世界都是老脆的 我最喜歡你 真是誰知道你不知道… 啊… 曹inkle兒你怎麼那麼笨啊 我的 сохран兒 你怎麼一點都感覺不到阿捷喜歡你 你真是一日後豬老呀 啊 九伯伯制作 戀愛借件事 你來了嗎 乾媽呢 我叫她回家吃 你的手還痛不痛 不痛 你是廚師 你不知道自己對手很重要嗎 現在沒事了 你一向開車都很小心 為甚麼要撞車 你不是懷疑我自殺吧 你不想我懷疑就告訴我 為甚麼你突然會撞車 我是為了避開一隻狗 我才會撞車 真的 我發誓 我還給你 這份禮物怎麼會在這裡 我剛才去車廠拿的 你 看見了這張卡 對不起 為甚麼說對不起 我都不知道 為甚麼自己會這麼笨 這麼遲鈍 又蠢又遲鈍的人 是我不是你 你一直在我身邊 但我偏偏要等到阿凡出現 我才知道自己的心意 為甚麼 那為甚麼我跟阿凡分手之後 你不跟我說 因為我知道 你還是放不下她 而且我怕我表白之後 我們連朋友都做不成 所以你就選擇 以好朋友的身份 留在我身邊照顧我 對我好 我是不是很傻 對不起 你一定很辛苦 我一點也不辛苦 可以在你身邊 我覺得很幸福 真的 你不要哭了 你知道我最不想見到你哭的 我沒有哭 我只是傷風而已 吵 甚麼事 我… 是不是真的一點機會都沒有 進來吧 飯 這份是拍攝CNF廣告 所有工作人員的保密協議書 你看看 先放在這裡 我等一會兒再看 對了 我今早給你一份文件 你簽了沒有 甚麼文件 寶麗華的CNF 唉 我一時忘記了 我現在簽給你 這份文件 這份文件 你今天做甚麼 整天手筆手捨嗎 無事啊 還說沒有 剛才開會的時候 你只顧著看電話 大家說甚麼都聽不容易 第二 你是不是和阿曹吵架 搞得心不作弦了吧 我找了他整個下午 都找不到 那… 他可能在做事 不方便聽電話呢 這麼大個人 有甚麼好擔心呢 剛才昨晚回來 他見到我和阿曹在一起 好大反應 噢 他不知道 你和阿曹的事嗎 我和阿曹之間的禁忌 我們很少說起他 這個阿捷 都怪怪的 怎麼可以喜歡一個人這麼久 都可以忍到不要白呢 有時候 你越是在乎一個人 就越怕會收起他 給仗我就忍不住了 唉… 不用那麼愁 他們兩個是要有事的 早就有了 昨晚阿曹見了阿捷之後 我覺得他對我的態度有點不同了 是不是你自己敏感啊 我也希望自己敏感 這個時候呢 你千萬不能鬆懈 一定會看雜達蟲 知道嗎 可以了 我等一會看完 給你 嗯 OK 那我先出去做事 唉… 九八八製作 戀愛這件事 阿曹 你怎麼會在我家樓下的 我打電話給你沒有人接 發短信又沒有回覆 我擔心你有事就來找你 我剛才有事不方便接電話 什麼事啊 阿曹撞車進了院 她沒事了吧 沒事 只是受了輕傷 那為什麼你還受眉苦臉呢 阿曹 阿曹 我有事想跟你說 有事不是說 我們…可不可以當什麼都沒有發生過 我不可以再做你的非聞擋箭牌了 為什麼… 為什麼你不可以再做我的非聞擋箭牌 對不起… 我不要聽對不起 我要知道為什麼 因為阿戰 她終於跟你表白了 她喜歡你又不是今時今日的事 你不會現在才突然間發覺自己喜歡她 我從始至終喜歡那個都是你 但是我不可以傷害阿戰 你不可以傷害她 所以就傷害我 我知道這樣對你很不公平 為什麼你這樣對我 為什麼… 因為一直在我身邊的人是阿捷 和你分手在我身邊陪我哭的人是阿捷 和阿車和過身 和我一起處理身後善安慰愛的人 都是阿捷 每次我遇到有什麼挫折 有什麼不開心 都是她在我身邊 你對阿捷 你對阿捷這些是這樣的 不是愛情 或者… 愛情可以培養 曹妖兒 我真的… 我真的對你很傷害 我真的對阿捷 阿捉是不是傻了 他怎能因為感激就選了阿捷和你分手 好啦 好啦不要再喝了 任由我啦 你說的嘛 失戀不借酒消愁 就不只是失戀 失戀 你不是想著就這樣放棄嗎 阿捉都選了 我還可以碰成 跟阿捷練過 怎麼練啊 好像以前那樣 喝醉酒 他教阿捉我沒有分手 但是也沒理由就這樣明書 你知不知道阿捉跟我分手的時候 我覺得最難過是什麼 是什麼 是他告訴我 他到我分手之後 陪他哭的人下一次 他慢慢出事 幫他處理身後事 因為他的人 是阿捷 每一次他不開心 在他身邊的人 都是阿捷 不是我 我要用什麼來跟阿捷練說 哼 照這樣說的話 我們兩個不是應該要結婚嗎 有哪一隻失戀 不開心 遇到挫折 我們不在大家身邊的 怎麼同呢 你是我兄弟 好兄弟 有什麼不同呢 陪你一起不開心的人 不一定是外人 可以是好朋友 更可以是家人 阿捷很明顯就是 當阿捷是好朋友 是家人 他們兩個這樣的關係 要怎麼結婚生子 現在決定權 是阿曹先生 不是我 我知道 阿曹明白這個道理 你就說到他名為止 總之你就不可以這麼容易放棄了 我現在什麼都不想想 我真的想喝酒 好了好了 盡情喝吧 喝醉我送你回家 都是你對我最好 感動還感動 千萬不要愛上我 為什麼不行 再說這些話 我馬上走人 喝酒吧 又說要醉 坐吧 桌面上的菜 都是你準備的 嗯 你手都還沒好就休息一下吧 我有事想跟你慶祝吧 慶祝什麼 公司已經正式升我做主廚了 恭喜你的願望成真 其實我小時候的願望 是想做消防員 不是住司 你說起我都好像想起 那時候你剛剛看了烈火紅心 你覺得王喜穿消防員的制服很有型 還有古天樂呢 是啊 那為什麼後來你想轉做廚師呢 因為 你 我 有一次阿姨沒有回家 你因為太餓 就去你家裡求救 剛剛媽媽媽也不在 我就炒飯給你吃 我永遠都記得 你說那碟炒飯 是你吃過最好吃的炒飯 還說以後要跟廚師結婚 就是因為這樣你決定做廚師 我不想見到你再捱我 還想煮很多很好吃的食物給你吃 我 我究竟有什麼好呢 你為什麼要對我這麼好 你不記得了 你小時候為了幫我出頭 搞到額頭流巴 就算你真的有欠我什麼 都已經還了 你不需要再為我做任何事 不是的 其實我做的所有事 不是因為你額頭上的巴 是我自己想為你這麼做的 送給你 一份禮物 就是那天你幫我去車廠 拿回心形鏈 我希望你可以把我的心意 一直掛在身上 你可不可以給我一點時間 我一時間 未可以適應我們的關係不同了 可以 當然可以了 我們慢慢來 我們慢慢來 那我可不可以 幫你戴起頸鏈 可以 這條頸鏈 很適合你 謝謝 我以後 會對你更好 嗯 謝謝 謝謝 《戀愛這件事》第十六集 導演鄭美英配音劉玉葵 阿曹 許芳齊飾演 阿凡 朱廣威飾演 阿捷 曾凡榮飾演 六號 鄧偉豪飾演 折媽 朱沛馳飾演 阿卡 陳敏惠飾演 阿曹 朱廣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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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飾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只要Chill in 908 你就可以听到最新的908广播剧